闺蜜约我去国外小岛散心 却约我进入可怕的深渊 一群男人将我团团围住 抓住我的四肢 想把我做成游乐园的旋转母马 在被极箭凌辱后 我终于想办法逃离 却在大庭馆中看见脖子上套着狗恋的闺蜜 当过很舒服的 她舔了舔手背 直勾勾地看着我 一起来啊 反正你逃不出去的 潇潇 咱们就快到了 游轮上 孟兰兰兴奋地朝我扑来 我的胸口猝不及防地撞上她 狠狠颤了颤 作为传媒公司的人气女主播 我们都拥有前凸后翘的好身材 长相也各有千秋 孟兰兰兰妩媚性感 我的长相则更偏向于清纯无辜 随着我们贴近的动作 游轮上所有男人的目光都紧紧盯着我们 就像猎人看着猎物 这样仿佛要将我拨光的眼神让我很不适应 挽着孟兰兰的胳膊走到甲板 兰兰 你有没有觉得游轮上的人都怪怪的 除了我们以外 其余的竟然都是男人 而且几乎都是正当壮年的男人 甚至没有旅游团里经常出现的老人 哎呀 别多想了 说不定只是巧合呢 孟兰兰安慰我 好不容易有假期 你就别操那么多的心了 我想想也是 从和传媒公司签约以后 每天我都要高强度直播至少八个小时以上 作为颜值主播 为了吸引观众 我们经常要跳热辣的舞蹈 一天下来体能消耗也不少 身体和心理都很疲惫 因此孟兰兰提议出国去小岛上旅游时 我才会一口答应 没想到公司竟然也同意给我们放假 你说得对 是我多心了 我们应该好好享受假期 我的脸上露出笑容 看向不远处的沉静大海 海风拂面 我不由地眯起眼 孟兰兰静我平静下来 笑嘻嘻地说着 我去给你倒杯果汁 西瓜汁还是石榴汁 都行 孟兰兰娇俏地垫着脚尖朝游轮里走去 屁股一扭一扭 又引来许多男人的目光 我摇了摇头 片刻后结果他递给我的西瓜汁 但刚喝下去不久 一股眩晕涌上大脑 很快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再次醒来 我正躺在硬邦邦的板子上 刺眼的强光照着我的脸颊 可我只能感受到光源 却无法睁开眼 可怕的是身体也传来异样的感觉 冰冷金属质感的东西一点点钻进来 带来微微疼痛的扩张感 耳边传来声音 里面很干净 没有疾病 符合货品的要求 货品 是我吗 他在做什么 我的心中浮现不好的预感 而那样东西很快抽出去 代替他的是指尖 不错 很漂亮 算得上极品 男人的动作很轻柔 却让我忍不住颤抖 外面传来敲门声 赵医生 之前的货物调教得差不多了 可以检验了 来了 男人随手将橡胶手套取下 转身离开 我努力睁开眼 只能看到一个白大褂的背影 随着大门合拢 我的身上渐渐有了力气 终于能挣扎着坐起身 这才发现自己竟躺在一个手术台上 刚才强烈的灯光正是无影灯 可这里并不是医院 而是一个简陋的屋子 我悄悄走到不远处的窗户 朝外看去 却看到了我此生难忘的一幕 一个女人全身赤条条的 身上缠绕着一条巨大的蟒蛇 她的下身和蟒蛇的某处紧紧相接 脸上满是潮红 发出高亢的声音 更可怕的是那个女人 我竟然认识 莫萌萌 我捂住自己的嘴巴 生怕自己叫出声 莫萌萌是另一个平台的人气主播 拥有娇好的脸庞和妖娆的身段 但更出名的是她酷爱养宠物 不是普通主播养的猫猫狗狗 而是蛇一类的冷血动物 莫萌萌直播时喜欢将小蛇缠绕在自己的手臂和脖子上起舞 可我怎么也没想到 她竟然会露出这副表情 就像另一条蛇般紧紧缠住她 我这才回忆起 沃萌萌似乎有两三个月没直播了 她的粉丝还在社交平台询问她的行踪 可留下的最后一条状态是她要去旅游 此后再无回应 联想到我自己的情况 我的心就像坠入了冰窟 哪里还猜不到那杯西瓜汁有问题 看着被蛇压在地上却抵死缠绵的洛萌萌 我越发恐惧 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 跑 必须跑 就在我用视线搜寻逃跑路线时 却在旁边看到了另一个熟人 这人同样是女主播 一个跳钢管舞的主播 此刻她的双腿和双手都被分开绑在两个钢管上 呈现大字形 身上穿着一套黑色的热辣吊带 然而却连臀部都遮不住 有一条黑狗被牵到钢管下 腥红的舌头吐出 散发着热气 看着争鸣又可怕 然而钢管舞主播的脸上却露出迷醉神情 仿佛有点迫不及待 舌尖也跟着探出来 穿着白大褂的男人牵着狗绳 声音平淡地问她 喜欢吗 喜欢 赵医生 求求你松开绳子吧 女主播喘息着 不断扭动着身体 仿佛也成了一条迫不及待的母狗 太可怕了 他们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一刻恐惧到达了极点 我在屋子里找到一根钢管 悄悄推开大门 趁着称为赵医生的男人正低头松开口的头套时 狠狠挥下钢管 东医生去想后 赵医生直直倒下 我这才停止颤抖 你们也是被骗来的 快跟我走 我伸手解开钢管舞女主播的绳子 然而她却看也不看我一眼 直接朝着那条大黑狗扑过去 黑狗兴奋地汪汪直叫 接下来发生的一幕让我目瞪口呆 你疯了 这个男人已经昏过去了 没有人能威胁你了 我想把被狗压在地上的女人扶起来 可她却跪着撅起身体 推开了我的手 只沉浸在快感中 另一边抱着舌的女人也是一样 甚至刚才发生的事情都没能让她睁开眼 疯了 真的疯了 我喃喃自语 转身朝外跑去 我以为外面会是一片荒凉 然而让我吃惊的是 这里竟然真的像一座度假圣地般 高耸明亮的酒店拔地而起 来往的公交车辆竟然有序 甚至不远处还能看到几个穿着度假花衬衫走过的男人 眼前的一幕简直颠覆了我的认知 可我不敢向任何人求救 只想着快点逃离这里 必须先找到车站 我喃喃自语 刚好路边有一辆停下来的公交车 我立刻跑过去 等等 等我气喘吁吁上了车后 才发现这是一辆自动驾驶的车辆 里面没有乘客 只有一个穿着包屯裙的售票员 看起来有几分眼熟 上车请验票呢 听到车门开合的声音 售票员声音甜美地说着 然而在看到我时却吃了一惊 你 我以为他认出我了 必可接话 我是被骗到这里的主播 救救我 把我送去里岛的站台 求求你了 售票员歪头看着我 似乎有几分疑惑 但很快说道 你不是乘客 没办法乘坐公交车 只能当售票员来抵车票呢 我连忙点头 可以 只要能把我送到车站 好哦 售票员微笑着回答 啊 乘客来了 车门再次打开 这次哗啦啦走上来几个男人 这是我刚才在路边看到的 欢迎乘坐16号公交车呢 请检票 我正要跟着售票员小姐一起学 突然间她抓住了公交车的扶手 深深的弯下腰 我这才发现 她的下身竟然光溜溜一片 什么也没穿 你在干什么 随着我惊恶的声音 最前面的男人已拉开拉链 熟练的抱住她的腰 16号公交车对吧 没问题 我肯定有16 我甚至能登上18号车 啊 请轻一点 这位乘客 看着男人的动作 我突然明白了什么 转身就要下车 然而却被后面的几个男人抓住 哎呀 这辆车上竟然有两个可爱的售票员小姐呢 太好了 这样我们也不用排太长的队耽误验票了 说着几个男人直接把我按在公交车的椅子上 撕来一声撕碎了我的短裙 我顿时发出绝望的哭喊 不要 快住手 求求你们了 我的声音让男人们兴奋又生气 直接在我的臀部狠狠拍了一下 留下一道红印 这个售票员小姐可一点不乖啊 旁边交喘的真正售票员断断续续的说着话 很 很抱歉 他是 新来的 啊 先生 你已经检票好了 请下一位吧 身后的男人拉上拉链 不行不愿的往前走 而另一个男人则接替了他的位置 扶住女人的腰 这一切是如此自然 以至于我开始怀疑不正常的到底是这个事件还是我 就在这时 让我恐惧的火热一下子触碰上来 那猙獰又可怕的感觉 让我顿时明白了这辆车为何是16号公交车 也彻底知道检票所要检验的到底是什么 就在男人要得逞的一瞬间 我猛的抬脚踩了下去 乘客发出痛叫声 我趁机扭过身子将他推开 顺着敞开的车门跑了出去 临走时我转过头 几个男人甚至没有追来 而是一脸疑惑的看着我 就像看见一只温顺的宠物会咬人般 第一反应不是恼怒而是疑惑 这个货品怎么敢对游客动手 他疯了 难道是还没调教好的 又是货品 我来不及多想 飞快地在路上逃跑 可因为我的衣服被撕得零零碎碎 一阵风吹来 竟传来一阵湿漉漉的凉意 我这才发现 身体似乎有一种奇异的感觉 刚才那个医生碰我的时候 这种冲动就格外明显 却被我强行抑制下来 而刚才的那一瞬间 如果不是恐惧 我甚至有种等待着票投入检票口的冲动 我的身体似乎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变化 我必须想办法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如果能找到把我迷人的梦完了 这一切都会有答案 一路上我看见了许多连梦里都想象不到的画面 商场门口 发传单的女孩们穿着兔女郎服装 毛茸茸的尾巴高高撅起 每一个来领传单的男人都可以揪出甲尾巴 用自己的来代替 而在商场大屏幕的宣传视频 正播放着游乐场的营销广告 只是旋转木马上的不是一个个假的木马 而是温香软玉的女体 温顺的平躺着 她们的身体就是最好的扶手 视频中男游客随意的脱下裤子 跨坐在木马上 随着音乐开始一圈又一圈 就临不远处的酒吧前 也是一个穿着清凉的女孩 躺在巨大的红酒杯中 身上被染成一片红紫色 再将自己当成酒器供客人品味 所有的一切都有一个规律 服务人员永远是女性 而那些进入游乐场的 酒吧的甚至商场的客人 则都是男人 我突然明白了货品的意思 在这里女人就是任人挑选的玩物 以各种方式贡献出自己 就在我满心恐惧间 突然被一双手拉到巷子里 不要 别碰我 我不是这里的人 我刚发出惊呼 耳边却传来莫名熟悉的声音 萧萧 是我 我抬头 这才发现是我曾经大学时的学姐阿冷 也是曾经的游戏解说主播 如果不是她 我恐怕也不会成为主播 在我的记忆中阿冷留着干练的短发 身材高挑 是一个气质冷清的美女 是无数人心中的女神 然而我眼前的这个女人虽然也是短发 却媚眼如丝 丝袜包裹着修长的双腿 胸口的两只铃铛作为仅有的遮挡 随着她的动作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 简直没有半点曾经的影子 学姐 你怎么会变成这样 我目瞪口呆阿冷的眼中似乎流露出一丝哀伤 我猜你和我一样也被骗到这里了 是吗 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 好不容易遇到熟人 我终于问出口 我们要怎么才能逃出去 逃不出去的 阿冷摇摇头 难道你没发现 这里的许多人都是女主播吗 甚至明星 或者是其他长得漂亮的女孩 是啊 我刚才看见了太多熟悉的面孔 就算有些不认识 但也在屏幕上见过 你知道暗网吗 我们每个人都在暗网上被拍卖 只要说我达到一定程度 就有人接单把我们带到这里 然后改造 说到改造两个字 阿冷浑身颤抖 仿佛回忆起了什么可怕的场景 改造后 你就算想出去也没办法离开 这辈子只能在这里当一个玩物 直到不再漂亮 被处理掉 随着她的话语 我越发恐惧 却还保留一丝希望 我刚醒来就逃出去了 应该还没有被改造 我可以想办法带你一起逃出去 阿冷的脸上却露出一个近乎讽刺的笑容 突然将我狠狠按在墙上 手掌在我的身上作乱 学 学姐 你要干什么 我的背部在粗糙的墙面被反复摩擦 却感觉不到多少疼痛 更有一种莫名的燥热 死 随着我一声惊叫 阿冷抬起手指 上面亮晶晶还牵着银丝 你看 这是什么 来这边的人都会被注射一种奇特的药物 这是改造的第一步 所以你也不例外 只是还没有改造彻底 不知道是因为阿冷的话还是动作 我的身体抖个不停 刚才被他触碰的地方 简直就像有一把火在烧 有没有什么办法恢复 阿冷挑起我的下巴 将水字顺势擦在我的下额 一路向下 每个人刚上岛的时候 都会被送去赵医生那里调教 或许他有办法解除 而他也知道怎么和外面的船联络 运送那些被称为货物的女人 赵医生 我想到了那个穿着白大褂 被我打晕的男人 我的心下有了一些计划 正要感谢阿冷 突然听到不远处传来贺骂声 喂 里面那两个滚出来 竟然是两个醉醺醺的酒鬼 红彤彤的眼睛正盯着我和阿冷 阿冷立刻朝他们走去 我连忙拉住他 学姐 不要去 你和我一起去找那个医生吧 阿冷却朝我露出一个嘲讽的笑容 萧萧 我已经来不及了 说着他狠狠打开我的手 朝两个男人走去 在这里 或许是没有资格违抗命令的 我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抓住短发 跪在地上 比最下贱的妓女还要主动地扬起脸 脸上一片迷醉 而另一个醉鬼则对我的迟疑很不满 抬脚朝我走来 却被阿冷拉住 客人 请你也一起来吧 说着阿冷腰致拉伸 像一只修长漂亮的猫咪 正摇着尾巴进行邀请 叮叮当 铃铛随着他的动作发出碰撞 沉甸甸地仿佛诱人的果实 两个醉鬼不由地淹着口水 一前一后地将阿冷抓住 很快那边的画面不堪入目 我的心也跟着一颤 曾经的学姐是整个学校的女神 高冷的气质十分符合她的名字 所有追求者都只感远观 却连搭话的勇气也没有 而现在 她却成了这副模样 我的心中满是悲凉 可身体却呈现出另一种情况 随着阿冷乌液的哼声 越发火热 这就是改造吗 我抬头盯着阿冷完美的脸庞 她朝我做了一个口行 快讨 我如梦初醒 这是学姐用自己的身体为我争取的时机 我不能发呆了 必须想办法找到赵医生 以及将我带来的梦兰了 这里的女人都经过检查 绝对干净 不会有什么疾病问题 所以在享用时可以放心 路边 一个导游模样的男人正在给身后的几个人讲解 手中拿着红色的小旗 仿佛在普通不过的旅游团 可眼前的画面却让人触目惊心 路边的长椅坐着几个肌肤光滑的漂亮姑娘 眼睛都被丝带蒙了起来 脖子和四肢上也同样绑着丝带 另一端则细在椅子上 就这样被彻底固定住 导游笑着继续讲解 眼前的这些是路边休息用的美人仪 人体可比任何的脾具都要舒服 这些女孩都是精挑细选过的 年龄不会超过二十岁 皮肤处在弹性最好的年龄段 那几个游客模样的人早就忍不住了 其中一个快速坐了下来 恶劣地笑着 这扶手可真舒服啊 又大又白 坐在美人椅上还可以享用按摩窝 导游话音刚落 那女人便开始了 丝带摇晃 游客发出叹息声 爽 真爽 不枉费我花了一百万才拿到的登岛资格 导游提醒她 一百万只是登岛的名额 但在岛上的所有服务也需要花钱 只要将你们手腕上的手环扫过货品身上的传感器 消费就完成了 说着导游神秘一笑 只是每个货品的传感器都藏在不同的地方 请客人细心寻找呢 正在起伏的男人随着导游的话语 手掌胡乱摸索着 终于找到藏在锁骨处的传感器 将自己的手环放上去 以没人意断断絮絮的喘息 谢 谢谢您 消费 恩 完成 妈的 十万一次 真够贵的 不过也值了 男人嘴上说贵 动作却更用力了 将椅子撞得砰砰作响 其余的游客也蠢蠢欲动 导游微笑着道 我们的时间很充裕 请各位尽情享受吧 男人们顿时抓住其他的美人椅 很快不堪入耳的声音连成一片 他们甚至会彼此彼此交换座椅 请各位客人注意 你们的手环是在这里唯一的身份象征 有些地方是货品不可以靠近的 只有拥有手环的游客才能通过 另外离岛时也需要验证手环 导游还在断断续续的说着 可那些游客根本没有放在心里 只有藏在墙后的我仔仔细细的听着 将每一个字都记在心中 一个计划在我的脑海中浮现 趁着这群人还没有发现 我悄悄的溜走 打算进入商场 然而就像那个导游所说 商场门口有几名导安正在巡逻 只有验证了手环后 才能被放进去 这群保安的身上都带着电棍 混进去的概率太低 思索在三后 我咬了咬牙 突然朝着不远处的一个男人走去 男人长着阴沟鼻 身材很鬼舞 显然是外国人 被我猛地扑过去抱住手臂后 似乎有些意外 眼神落到我的身上后慢慢眯起了眼 我用英语和他交谈 先生 今天商场有粗销 要进去看看吗 白人露出暧昧笑容 在我的身上狠狠捏了一把 你的传单呢 我看着不远处的推销员 他们的身上夹着传单 每一次被抽走时都会发出一味不明的声音 而我此刻身上的衣服近乎被撕碎 的确很是诡异 我的传单都被拿走了 怕男人不相信 我咬了咬牙 主动将自己送到他的怀里 学着那些女人的模样 客人 我是里面餐厅的服务员 我带你进去嘛 男人在我的身上捏了捏 今天又是什么花样 你体上 我浑身发软 越发感觉到身体的不受控制 好在他似乎也打算找个合适的地方 没有直接在外面进行到最后一步 而是选择进入商场 随着保安手中的传感器发出声音 我跟着身边的白人进入商场 男人的大掌紧紧包裹着我 保安却早就习以为常 毕竟在商场门口 有许多被包裹成礼物的女人 正在被来往的客人一点点拆封 我这样根本不算什么 我的心情一刹那激动起来 眼下总算找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 否则像我这样的人继续在外面游荡 谁知道还会遭遇些什么 商场里的画面比外面还要匪夷所思 那些服装店的模特竟然都是真人 身上撒着亮粉 被试衣服的客人摆弄成各种姿态 在商场中还有随处可见的奶茶店 离谱的视察夜景都是以特殊方式保存的 招牌上大多写着美人茶三个字 而冲泡奶茶的奶更是真正的乳汁 奶牛们像盘丝洞的腰紧般被倒吊着 乳白色的液体垂落着滴到搅拌器皿里 这些简直是梦中都不可能出现的场景 我淹着口水 不由的病弄双腿 每一步都走得很艰难 你们的餐厅在几楼 白人似乎发现了我的异样 停下来看着我 这个人显然是经常来这里的客人 如果回答错误 他会不会揭穿我 我的心跳很快 因为这种刺激 身体也变得越发敏感 孤独 轻微的水声传来 白男盯着地面 嘴角露出银笑 看来服务员小姐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被我吃掉了 我还未说话 已被男人拽住长发 朝着不远处的休息室走去 休息室在商场里随处可见 有的大门紧闭 也有敞开的 里面的景象简直让人流鼻血 而那些紧闭着的也会发出各种暧昧声响 白男几乎是迫不及待的拽着我 进入了一个空的休息室 里面竟是一个巨大的水球 而四面墙壁则是由显示屏组成 屏幕里正播放着各种不堪入目的画面 可仔细一看 却发现竟然是商场里其他休息室的场景 我大惊失色 这才发现头顶是摄像头 那岂不是说过会所发生的画面 也会同步直播到其他房间 这和我想象中的可不一样 就在我愣神间 男人突然狠狠推了我一把 我爹坐在水球里 身体立刻感受到了柔软的弹性 仿佛要漂浮起来般 随着男人挤了进来 水球的空间变得狭窄 我必须要紧紧扶着它才能保持平衡 我喜欢这个休息室 尤其是过会这个球开始旋转的时候 随着男人的话语 我不自觉地开始想象 在眩晕的恐惧下 我不得不和他死死纠缠 这样才能避免被甩出去 脑海中的画面让我的全身开始见点变红 男人挑起我的下巴 小妞 你的传感器在哪里 你的身上都被我找遍了 怎么没找到 我淹着口水 突然挤出一个娇笑 那就得你自己找找了 说不定藏在很隐蔽的地方呢 我的回答显然让他兴奋起来 男人按着我的脖子 强迫我在水球里艰难转身 这里没有 男人寻找着 难道在这里 我不由地发出闷哼 说不定还要在里面点 白男越发仔细地搜寻 而我则趁机抓住他的领子翻了个身 水球猛地滚了一圈 天旋地转间 我们已经换了个位置 我骑在男人身上 你倒是胆子很大 男人正要哈哈大笑 笑声却戛然而止 因为在这一瞬间 我用背脊挡住了摄像头 双手不知不觉间抽走了他的皮带 死死地卡在他的脖子上 男人想挣扎 却因为在水球里无法保持平衡 而我则咬紧牙关不松手 很快男人翻起白眼 手掌也垂了下去 他没有死 只是因为缺眼昏了过去 我松了口气 从男人的手腕上扯下手环 又把他的衬衫脱掉 穿在身上 因为这个男人的身材很高大 衬衫能一致遮挡到大腿 戴住了我已被撕扯到 近乎破烂的衣服 做完这一切后 我的胆子更大了些 从水球里钻出来 将男人连带着水球 以及滚到角落的监控死角 抬头看着屏幕 里面各种令人喷鼻血的画面 还在继续 我只能祈祷 这个房间里的景象 没有引起旁人注意 等走出休息时候 我已经摇身一变 成了有手环的人 商场里正在巡逻的安保人员 看到我的模样似乎有些怀疑 上前来盘问 你是哪个店里的货品 我心中紧张不已 却故作镇定地抬起下巴 露出不耐烦的傲慢表情 将手环举起来 眼瞎了 我是客人 可你是女 安保人员话音未落 我已经随手拉过旁边店铺 外邀人士吃的推销员 将她按在商场的圆柱上 摇住女人身上套着的甜甜圈和顶端的奶油 怎么 女人就不能消费 看着我熟练的动作 安保人员连连道歉 并且送了我一张商场的优惠券后才离开 等安保走远后 我才将面色潮红的女人放开 抹掉嘴角的奶油 刷了手环后上楼 看来那个导游说的没错 手环是验证身份的唯一方式 接下来我的胆子越来越大 来到了商场赋一楼的超市 找到了家电区 刚才在外面时我就发现了 这里不但货品是女主播 就连所有的屏幕播放着的也是岛上各个角落发生的事 并且标注了地点 应该是为了方便客人的游玩 或许这也是直播的另一种形式 让这些女主播彻底完成直播的命运 可我也能从这里找到我想找的人 果不其然 家电区的电视陈列处 每一台电视都在播放着不同的画面 我拿起遥控器换台 一个接着一个的寻找 终于在其中一个频道看到了那张无比熟悉的面孔 梦兰了 我看着频道上方标注的地址 默默记了下来 二十分钟后 我站在一家宠物店门口 里面传来各种娇软的喊叫声 推开玻璃门能看到一个个女人被链子拴着 仿佛动物搬坐或者躺在地上 而来往的客人正在挑选喜欢的宠物 手中拿着宠物专用的零食 仿佛逗弄猫狗般让宠物跪在地上食用 从这一点就能看出 来宠物店的客人多多少少都并非正常人 不远处孟兰兰正趴在地上 一条鞭子狠狠抽打着他 见狗需要好好训练 说 你是不是见狗 孟兰兰的表情痛苦中仿佛带着欢愉 不住地发出汪汪声 谁能想到这是直播间让无数人疯狂 甚至刷好几个火箭和嘉年华才能让他念出名字的人气主播呢 挥着鞭子的男人打够了 一脚把他踹翻在地 下件东西 闻远点 孟兰兰痛哭一声 男人雀头也不回地走了 而当我站在孟兰兰身前时 他还以为是下一个客人来了 又立刻跪了过来 安静地趴在我的脚边 发出小狗似的低肺声 我拿起上一个客人留下的鞭子 抬起孟兰兰的下巴 你好好看看 我是谁 孟兰兰吃了一惊 仿佛见到鬼般 怎么是你 眼看着他要叫出声 我立刻抓起旁边的抹布堵住他的嘴 在孟兰兰的呜呜声中 我拽着他的狗链来到销售小姐的面前 我要买这条狗 在确认了我的手环后 销售小姐点点头 没问题 他就是您的狗了 你想怎么样都可以哦 我冷笑一声 又用手环购买了训狗的鞭子和电击棒 被我带出来后 孟兰兰终于意识到自己的命运 用哀求的眼神看着我 我现在把你嘴里的东西拿出来 如果你敢喊叫或者发出太大动静 我就立刻电运你 然后把你扔到海里 既然你是我的宠物 我想就算死了也不会有人追究我的责任吧 孟兰兰兰下的魂飞魄散 眼中流下恐惧的泪水 连连点头表示一切都听我的 我这才把他嘴里的东西拿出来 我问你答 这里是什么地方 孟兰兰颤抖着道 你听说过萝莉岛吗 这里也是类似的情况 又被称为人奴岛 我们被暗网的人盯上后 这里的人会用各种手段把我们弄上岛 在这里我们不是人是货品被改造后工人想了 不但可以让有权有势的客人游玩 岛上所有的画面也都会被放在暗网直播 带来巨量的收益 你刚才说的改造是什么 听到我的问题 孟兰兰不游的咽口水 首先是注射大量基因药物 接着根据每个人的特质不同有不一样的训练方式 磨去所有的羞耻心 让你只会沉沦在欲望中 幕后的人到底是谁 为什么之前你能离开岛 孟兰兰摇头 我只知道幕后的人能量很大 能离开岛是因为他们已经确认我被彻底改造完毕 永远不可能离开这里 所以他们很放心让我离开 骗来更多的货品 他说到这里 我越想越起 不由的狠狠冲了孟兰兰一边 然而他却发出异样的声音 甚至渴求地看着我 你看 我已经成了真正的见狗 如果一天不被打 我甚至会难受地想死 这样的我又怎么可能生活在正常的环境里 这一下我甚至连揍他的想法都没了 生怕让他更爽 只能恶狠狠地问他 我要怎么样才能离开 以及 让我身体的奇怪感觉消失 找赵医生 是他研制出了药物 应该有解决办法 而赵医生居住的房间里也有能联络邮轮的通讯工具 能让他联系他的上级 这下我彻底确认孟兰兰说的是真话了 和阿郎给我的消息吻合 最后一个问题 赵医生居住的地方到底在哪里 总不会是那个手术的地方吧 不是 那里是货物改造处 赵医生住在东边的最高处 能让他俯瞰整个岛屿 问到想要的答案后 我不再搭理孟兰兰 将他拴在路边的电线杆上 我不打你 免得脏了我的手 你现在根本不是一个人 孟兰兰直勾勾地盯着我 像一条真正的狗般舔着手背 突然发出不正常的笑声 萧萧 你逃不出去的 不如跟着我一起当狗啊 当狗很舒服地 看着他下贱的模样 我不由得狠狠骂了句 转身离开 走了很远后我回头 发现孟兰兰已经被路过的游客发现 正在被狠狠欺负 可他却沉醉其中 真可怕 这个该死的地方 能把人变成无耻的怪物 根据孟兰兰所说 我找到了他口中赵医生居住的地方 远远就能看到一座信号塔 我仿佛能看到岛上那些令人作偶的画面 正远远不绝地通过这座信号塔 在暗网传播 那些隐藏在屏幕后的人 兴奋地看着人变成野兽 沉沦在欲望中 无法挣脱 赵医生居住的院子外表豪华 然而随着我的进入 却发现院子里有许多浸泡着福尔马林的透明玻璃缸 简直就像林立的柱子 而被放在里面的标本不是什么动物 全部都是人 是漂亮娇俏的女人 仿佛仿佛还活着实的模样 脸上带着愉悦的表情 被制造成永恒的标本 美吗 一道声音突然响起 我慌乱地转过身 看见之前被我打晕的男人站在不远处 一眨不眨地盯着我 你就是赵医生 我的手心满是汗水 死死捏着从宠物店买来的电机棒 是啊 你不是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了吗 赵医生笑眯眯地看着我 丝毫没有恼怒 转头环顾周围的玻璃缸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这些漂亮的标本 美吗 你是变态吗 我忍不住怒骂 可赵医生却贪了贪手 不 我只是收藏家 就像人们喜欢收藏蝴蝶标本 最美的标本需要先让蝴蝶保持挣扎状态 在他死亡的瞬间用昆虫针固定 这样他保持着振翅与飞的模样 比那些死亡后再制作的标本要美丽数倍 蝴蝶自以为可以逃脱 却不知道收藏家只是为了欣赏他垂死挣扎的模样 我听明白了他的意思 你故意在这里等着我的 是啊 感谢你为我们带来一出精彩的逃亡秀 你现在也应该知道岛上到处都是摄像头 你的一举一动早就在我们的掌控中 原本在你逃走的第一时间 就应该被抓回来 赵医生朝我摇了摇手指 是我阻止了他们 我要让你自以为能逃走 却在最后一刻希望落空 然后变成我的货物 再成为标本 暗网的那些人已经对岛上的直播有些不耐烦了 而今天你的直播视频又重新带来了高峰 这说明我的决定很英明 鸡皮疙瘩从我的胳膊上浮现 我终于意识到眼前这人是个货真价实的变态 是啊 能制造出药物 让这座岛变成如此离奇模样的 又怎么可能是正常人 你刚才说我为你们带来了精彩的节目 除了你 还有其他人吗 赵医生笑了起来 你还在挣扎啊 真是有趣的小家伙 看来以后在登岛的货物不应该直接注视药物 或许让他们在清醒状态下被改造 所带来的直播效果会更好 就像现在的你 不过告诉你也无妨 毕竟你已经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 他们打算花了重金 要亲自改造你 赵医生拍了拍手 几个大富翩翩的男人走了出来 这几个人的脸我竟然很熟悉 是时常在电视上看到的几张面孔 只是那时候都显得道貌黯然 身后跟着一连串财阀的称号 竟然是你们 我喃喃自语 而男人们已经将我团团围住 仿佛恶狼 萧萧小姐 请你尽情享受吧 第一刻是让他们教你 什么是海纳百川 在一种银鞋的笑声中 我突然也跟着笑了起来 赵秉承 总算抓到你们了 赵医生的眼中闪过一丝慌乱 突然听到不远处螺旋桨的声音 抬头后 一架直升飞机越来越近 而我则利落地挥舞着电击棒 直接干翻了靠得最近的男人 其余人表情明智 见鬼般盯着我 重新介绍一下 我直播时的名字叫萧萧 但我还有一个称号的286518 这是我的警号 两年前 警方发现了许多主播的失踪情况 也是派我的学姐潜入直播公司 短时间内凭借优越的条件迅速走红 果不其然 学姐也被盯上了 原本我们以为可以通过学姐顺藤摸瓜 最终找到幕后真凶 但这里的可怕程度超乎我们的想象 学姐最后传递来的消息也只有岛屿两个字 我们花了很大的心血 都无法找到阿朗的下落 局里猜测他很有可能已经遭遇了最坏的情况 这让之前的工作受到质疑 也让案件停滞不前 一年前 为了救出阿朗 我自愿申请继续行动 却被驳回 然而我擅作主张直接申请辞职 签约了一家传媒公司 因为我前展后奏的行为 那边也只能无奈妥协 当孟兰兰刻意接近我时 我已经察觉到了她的不同寻常 当那杯饮料递来后 为了确保真实性 我最终还是咬牙喝下 好在来之前的一年时间 我进行了抗药性测验 所以才能提前从婚礼中醒来 也正因为此 那个基因药物对我的影响没有想象中大 此后我明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暴露在摄像头下 却还是故意假装笨拙 只是为了拖延时间 以及找到阿朗 我的小腿皮肉里缝合了定位器 只要时间足够 我们的人一定可以找到这座岛 而阿朗在发现了我沿街留下的信号后 果然也找了过来 我们在摄像头下看似说着一些无关紧要的话 实际上已经交换了许多信息 让我得以避开某些摄像头 通过商场里的一些电子设备和外界交流 制定了准确的行动时间 最后再用孟兰兰作为借口 麻痹摄像头后的人 让他们以为我穷途陌路 只想逃跑 而现在 这群人以为守株待兔等到了我 却不知道我是故意引起他们的兴趣 好一网打击 随着直升机的云梯降落 赵医生的眼神变得癫狂 你这个贱货 迷毁了一个艺术家的心血 他拿起针筒 朝我冲来 然而长久的训练却让我轻而易举地躲过了他的动作 反手将针筒里的液体注射到他的体内 你才是真正的畜生 接下来 你自己去享受你研制的药物吧 很快赵医生的身体开始颤抖 像一个真正的野兽般撕扯着衣服 丑态闭露 而那几个有身份的人开始恐惧着想逃跑 却被我用电击棒狠狠收拾了一通 全部跪趴在地上 这次的行动比想象中还凶险 好在最终成功了 赵医生据说被扔去科研所进行研究 因为药物过量 他现在完全成了被欲望支配的禽兽 科研人员从他的研究记录中找寻着解决改造的办法 只可惜照医生的药物似乎是永久性的 真正的解药还需要一段时间去研制 所以那些被囚禁的女人 也需要很长的时间恢复 才有可能成为正常人 而在这之前 屋子里 二冷学姐躺在沙发上 红唇微章对看着我 学妹 我好难受 别怕 我会帮你 我拉上窗帘 一步步朝着年少时的女生走去 无论何时 我都会陪在她的身边 time 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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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